瑞穗乡民代表会定期会今天最后一天乡镇总质询的议程 争取设立鲁木兹部落的头目 特别前来盯场关切 乡代表黄中志除了请乡公所说明设立的进度 另外也就乡内部落聚会所辟建的计划案 要求乡长能在任内全数的完成 代表协会上乡代表黄中志 针对了常年依附在大部落的鲁木兹部落 争取独立成为一个新部落的议题提出质询 请乡公所说明进度 而此时旁听席上的部落头目静静聆听 还不时书写笔记录关注部落议题 随天的乡镇总质询议程 头一次有部落头目旁听盯场 现场原住民级代表也战战兢兢 向代表黄中志也特别针对了 优关部落继续生活的聚会所设置辟件进度 与乡长陈金光一来应网寻达 以目前来讲这五个聚会所 第一名是谁 第二名 目前应该规划设计 现在有四个部落在做新办事业计划 但是要看他们的进度 我想今年新办事业计划四个都可以同意 都可以完成 那我们好像是散发是不是 散发顶现在是规划设计 规划设计 先散发的这个机会所 现在是进度规划设计 它好像有八十万的警队 然后今天就是在规划设计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程序来讲 散发顶会相应的 乡公所指出目前包括节路站乌拉利 布农部落与乌杠扫巴总共五个部落 乡公所都积极争取推动 部落聚会所设置计划 但爱与原民会每年全台仅匡列 十个聚会所的计划经费 乡长陈金光强调 由于县府也将部落聚会所的建制 列为年度工作计划重点 乡公所也将会积极争取推动 希望能在任内让每一个部落 都能拥有自己的部落聚会所 记者是玉兰对岁采访报道